从今年开始,加州中上层收入的人群将受到增税的打击。 根据SB951号法案,对于年收入超过14万5千6百美元的加州居民, 个人所得税将增加1.1%,用于一项短期的残疾补贴项目, 给非工作造成的疾病、创伤、婚姻、怀孕而无法工作的人提供援助。 此前,只有年收入在14万5千6百美元以下的人才需支付这项税款。 但今年加州取消了工资上限。 这项调整将主要影响高收入者。 根据加州公共会计公司HCVT的数据, 加州收入超过100万美元的居民的税率会从13.3%上升至14.4%。 在此之前,加州就被个人理财信息网站Kaiplinger评为富豪生活成本最高的州。 到了2024年,预计加州的生活成本将进一步上涨。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张博元综合报道。